美国辉瑞大药厂执行长博尔拉今天表示 针对Omicron变异株的新冠疫苗 预计将在3月准备奏序 目前已经投入生产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报道 博尔拉告诉媒体 随着COVID-19染疫人数不断攀升 包括感染Omicron变异株的病例中 出现大量已接种疫苗 却仍确诊的突破性感染 各国政府对这款疫苗兴趣浓厚 辉瑞目前已经开始生产 博尔拉说 这款疫苗将于3月准备就绪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需要它 也不晓得这款疫苗是否会被拿来使用 以及如何使用 博尔拉说 当前的两剂疫苗加一剂加强针计划 以为Omicron对健康的严重影响 提供了适切的保护 不过直接针对Omicron的变异株疫苗 可以用来预防突破性感染 Omicron变异株虽具高度传染力 但感染者大多为轻症或无症状 博尔拉说 对大多数人来说 COVID-19疫苗最终可能成为每年必须注射一次的疫苗 而一些高风险族群可能有资格更频繁的接种疫苗 美国制药厂莫德纳表示 公司正在研发一款加强剂 能对抗Omicron和金秋将出现的新变异株 班塞尔上周表示 民众今年秋天恐还需再接种一次疫苗 因为加强针的效力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下降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